要跟大家邀请到我们曹医师 曹臣风曹医师来帮大家演讲 曹医师 曹医师是中国药大学毕业的 在长根垂敏训练 那现在自己开业 那要讲我们的DPP for Inhibit 那大家大家不知道DPP for Inhibit 我们2014年在这里就讲过了 2014年9年前大家可以有兴趣去看 9年前我还在台湾医院写了一篇DPP for的文章 说高威的医师来这边说 在听DPP for 怎么 所以你来说这九天有什么变化 怎么样可是给你压力 那DPP for 我去台大听你讲的话 台大的初询中说DPP for 叫梁家沪泥 我对女生没有什么恶意 他说DPP因为没有互作用 所以叫梁家沪泥 那我们实际的技术 让人效果更好 那有些complication 有些sign event 所以很爱省起来 那陈佛今晚都在讨论你 防疫做得很好 你没听到 你也要跟着 好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曹医师 谢谢曹医师 大家好 谢谢 谢谢大家 那各位医界先进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 我是大型诊所的曹正峰医师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DPP for inhibit的这个部分 因为就像讲的 它已经在我们台湾已经很久了 相信大家使用上都很有今天 所以想要问一下 大家有因为使用过DPP for 造成病了 有人严重塞影背 而必须停药或换药的 有人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吗 如果有 可以举手一下吗 像都没有 对不对 嘿 这就回应到刚才讲的 说 为什么大家会说 它的药非常的 没什么不作用 像良家复免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 使用了这么久的经验 因为SGLT2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但是 大家在使用上SGLT2 应该会遇到一些所谓的不作用的部分 病人可能没办法适应 或者他需要去换药 但DPP for 大家都知道使用下来 其实是非常的好 就是 它有僵血糖的效果 那它的副作用其实也很少 所以今天 才会来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的DPP for I DPP for Equipment 到底在我们的治疗上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又能够给病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 那一开始 当然我们要先看到 我们台湾糖尿病控制的情况 随着从 2018年 2002年到2018年 其实看起来 像台湾血色素的控制 其实是有慢慢的变好 从原本的21% 那后来是到43.1%的一个情况 看起来快要达到一半的人都有控制好 但是另外我们要想的是 就像刚刚讲到 还有一半的人其实是没有达标的 所以这一半的人还是需要再去努力 去把它控制好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是属于控制比较不好的 也就是所谓的HbA1c大于9的这一群呢 其实可以看到 读点是慢慢的减少 但是还是有12.5%的 就是有10分之1的糖尿病患 还是属于控制不好的 那这也是我们需要再去做一个努力 看能不能把它控制下来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目前控制最好的当然就是血脂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由砂定这个药物 基本上使用之后效果很好 所以血脂的控制已经达到 达标率都可以达到 LDL小100有到68.3%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最不好就是三个加在一起的控制 其实都还是不是很好 大概只有12.3% 10个才会有一个有控制好的三高的情况 那也回应到说 刚才讲到的说 单线症候群 也就是我们如何预防这些病人 以后走到所谓的三高 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病人控制的不好 那我们都知道 糖尿病一开始血糖高 并不会造成病人有一个立即的危险 但是当你的血糖控制不好 时间久了之后 其实就会增加所谓的心脏方面 例如像心肌梗色 中风 心衰竭这些情况 甚至合并起来的情形 都会有比较增加的一个情况 那个风险都会有一个增加 那甚至大家也知道 洗肾这个也是会有一个增加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也有人去做一些统计 如果你是糖尿病的病患 那基本上三个里面会有一个 有一个心脏方面的疾病 就像早期 其实大家有听过 就是早期的研究也告诉我们 其实得到糖尿病 你就等于得过一次所谓的疾病 就像一个心肌梗色一样 所以这个是比率非常高的一个情况 那糖尿病病患 有多少会有一个心衰竭呢 大概有15%的一个情形 那会有一个肾脏方面的问题 CK定义 其实又更高了 会到40% 幾乎一半的病人 那甚至研究也告诉我们 其实在台湾如果是以新发生洗肾的病人 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跟糖尿病控制不好 几乎占了40% 也将近一半一开始需要洗肾的病人 都是因为血糖的关系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一开始先看到台湾 台湾病学位 他也出了概念 建议大家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血糖的控制 那当然一开始首血 基本上如果病人有一些血糖的方面的升高 那HB1C有大概6.5% 也有我们就可以考虑 首血先用梅蜂蜜做一个治疗 除非说他有一些康判 但很重要的是可能要看到说 如果病人他有一些高血糖的症状 那也许我们就会建议 还是要先用胰岛素来做治疗 那如果没有呢 当然以现在的指引来讲 当然还是要先考虑 有没有心脏方面的疾病 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有没有心衰竭 或者有没有DKD 症状方面的共病 那如果有 当然我们就会优先使用所谓的SGLT2-Inmuting 或GLT1-RA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没有的情况呢 如果病人没有这些共病 基本上这些药物都可以做一个任意的使用 来做一个选择 那当然这个时候 当然我们有时候考量的 就是所谓的副作用的一个情况 大家都希望用一个药下去可以降血糖 那病人不胖 会有副作用 不会常常跑回来 跟你说 我吃了这个药哪里不舒服 或怎样 那这个时候 当然PVP4-Inhibit就是一个很好的药物 因为它使用之后 有降血糖的效果 又不太容易让病人有一个不作用的一个情况 那那病人病人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治疗方面 其实我们会考量非常多的一个面向 例如说 病人他有没有预期 他的效果要怎样 那这个药物使用之后 当然我们最不希望是能够 让病人会不会有一个体重的增加的一个情形 或者药物会不会容易造成病人有一个低血糖 甚至病人有没有并发症 像刚才提到的 现在指引非常重视的 就是如果他有一些心血管疾病 或者心衰竭 那也许我们要优先使用一些 像SGLT2-Inhibitor 或者是GLT1-RNA 所以这些都要去考量 那费用的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是健保的关系 他基本上大概就是遵守健保的规定 就可以做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因为我们糖尿病病人很多 都还有很多的疾病 或者是三高的话 那他使用的药物其实会很多 所以如何要去减化他的药物 让他能够更好好的去吃药 也是一个很重要 那当然最后还有看到 就是他的剂量 当然他剂量能够一天只要吃一次 或两次 那能够让他越减化 那当然对病人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那在台湾有没有一些考量 当然台湾这几年糖尿病也 慢慢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像早期我们大概都觉得 大部分糖尿病发症都在65岁以上 但是现在这几年已经看到 Yang onset打HBTS 40岁以下得到糖尿病的病 其实慢慢的开始主练有在增加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也是需要去注力的 那以台湾来讲 得到糖尿病跟西方人来比 基本上我们的BINI都比较偏手 24到26就会有一个 有可能得到糖尿病的一个情况 那再来就是东方的饮食 还是会比较多所谓的carbohydrate 所以这会造成农益血糖 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再来就是beta cell的方巡 中方人跟西方人来比beta cell的方巡 其实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好 在心血管的部分 在台湾来讲大概有五分之一的病人 都会合并有一个心血管的疾病 那再来就是之前也有提到的就是 其实三分之一的病人 甚至都会吃到10种以上的药物 因为他有很多的疯病 还是说有一些高血压的情况 所以我们如果去考量 去给他病人一个治疗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为什么说到说 db4在亚洲族群会特别好 就是因为有几个study可以看到 他们有去做一些大型的研究 之后再用一些所谓的自分析来看 看到在亚洲族群 其实看到db4不管在哪一个bmi 或者是他在哪一个 也就是亚洲人族群来比较的话 在亚洲人其实db4的效果是会比较好 那bmi呢 不管你的bmi高或低 其实他的效果都是一样非常好的一个情形 所以告诉我们db4i 在亚洲族群跟西方人来比较 其实使用上降血糖的效果又更好 那他降了能力呢 大家都知道 大概db4i单用大概就会降 所谓0.6到0.8左右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合并了一个没封命的话 可以降到1.7 可是如果是在亚洲族群 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去统计一下 其实可以hp217可以降到1.3 就是更明显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合并了没封命之后呢 又可以降到2.3 就回应到刚才讲到 在亚洲族群用db4i 其实他的效果是会有一个分好的 那当然就是之前提到 他副作用很少 所以基本上 大家的tolens 其实都会还蛮不错的一个情形 那他的效果呢 降血糖的能力 可以看到 从这个来看 就是不管他是单方 大概会降0.6到0.8 或者他合并另外一个药物 例如mephormin saphormin 或所谓的ttd lioglitalon 还是他有一个triple combination 或者是合并到引導素 可以看到他的降hp217的能力都维持得很不错 都大概在0.6到0.8左右的一个情形 所以看起来 不管他当一个单一使用或者合并使用 他的降血糖的能力都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一个情形 那再来就是看到说如果在亚洲痕的部分 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又会更明显 亚洲痕就是比较深蓝色的这个 那他hp217降幅又会更大的一个情况 的一个情形 那再来血糖药 当然我们另外是希望他能够血糖控制 除了效果好之外能够持久 那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三年的研究 可以去看看说到底他降血糖的能力能够维持那么久 可以看到如果他是使用所谓的单方 就是使用一个db4i的话 他血糖可以降下来之后 可以一直维持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情形 那如果在合并一个原本是使用每蜂蜜 再加上一个db4i的话 也是有一样的效果 血糖可以下降之后维持一个稳定 而且有个长达三年的一个情形 那如果我们去跟谈所谓的lena-clippin 就是db4i合并上一个煤蜂蜂蜂蜂 跟所谓高剂量的一个煤蜂蜂蜂 去做一个比较 来看看说他们的降血糖的能力 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看说到底这样比起来 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来讲 以所谓db4再加上一个煤蜂蜂蜂蜂蜂蜂蜂 可以看到他的血糖的波动 其实会没有来的 会比单用所谓高剂量的煤蜂蜂蜂蜂蜂蜂的波动 可以看到其實還是比較低的一個情況 這兩個都還蠻不錯的一個情形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其實很常使用的 就是SAPI有點像GAMAP這類的藥物 那當然他在一開始使用來講 我們也很有經驗 就是說使用之後其實HBOG的Jump還蠻不錯的 不論是單獨使用或者是 NOTOB一個DPP4 那當然大家比較在意是 之前研究有告訴我們說 如果SAPI在合併上CITACLETIN 有可能會造成病人有一個低血糖 這個是要去注意的一個情況 那他就去研究說 那如果是合併上所謂的DACLETIN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可以看到不管是單獨使用所謂SAPI 或者SAPI在加DPP4 看起來其實他的血糖控制的穩定度都還蠻不錯的 那甚至藍色這條線 他的波動反而會比較小 那單用所謂SAPIER 你看他可能血糖會很低 但是有時候又會高起來的一個情況 所以看起來我們在使用一個SAPIER 再加上一個DPP4I 可以讓血糖的方面控制得很好 要用一個穩定的一個情形 那再來就是藥物的順從性 我們剛才就有提到說 其實血糖糖藥病的藥很多 所以病人除了血糖之外 可能還會不用很多其他血壓的藥物之類的 那這樣子不用下來 其實他的藥物的順從性 其實就會蠻不好的 大家應該都會有這個經驗 就是有時候你會發現病人比較晚回來 你問他說有沒有吃藥 他說有 因為他藥才剩很多 所以他想要吃完再回來 對 其實蠻容易遇到這樣的經驗 所以告訴我們說 其實會好好認真吃藥的病人 其實還是有 但是其實不多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把藥用得越簡單越好 當然是越簡單越有效 那對病人來講 他就越認真 越願意去吃藥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在統計說 如果血糖藥物 我們有讓病人好好的去吃 那會不會對他像死亡率 或者是住院的情況減少 很明顯的可以看到是沒錯 只要病人他不好好吃 他的死亡率就會增加 那他的住院的情況也會增加 所以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如果能夠讓病人好好吃藥 那對病人來講 不管是血糖控制 還是他的死亡 都會有一個減少的一個情況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 病人如果吃很多藥之後 他們其實也會造成 病人有一些心理的一些負擔 因為很多病人他會覺得 最近大了的就是慢慢的 有這些一大堆的疾病 例如有很多的慢性病 高血壓糖尿病 他就會造成有些人 會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壓力 造成他甚至有一個底白群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需要去注意的 如何讓他們好好的去治 那能夠好好的去吃藥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是來看說 哪一個藥物在真實的使用 臨床使用上他的順從性是最好的 就是在家比較願意好好的去吃的 可以看到最好的還是所謂的 DV4I的一個情況 那可能就像我們之前提到 他比較沒有什麼副作用 其實如果他只是單方一天只要吃一顆 又很簡單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其實對病人來講 是很容易去使用這個情況 那這個是一個study Discover study 他就看看說 他在三年的期間 那他的效果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情況 那他是使用所謂的 mephomin再加sabaeulia去 或者有一組是用mephomin加dpv4I 跟mephomin加dpv4I 跟mephomin加dpv4I 跟dpv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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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差不多的喔 他們兩個的效果 好像差不多 可是隨著時間 越來越久 到三年的一個情況 可以看到dpv4I 其實可以維持一個 還滿穩定的情況 但是dpv4I 看起來好像他的效果 就會沒有那麼的好的一個情況 那大家也知道 早期也有一些研究告訴我們 像sabaeulia 可能使用兩年之後 他的效果也會慢慢的 沒有控制得那麼穩定 那所以告訴我們 mephomin加dpv4I這個藥物 在血糖控制 可以在很長的時間 達到一個很穩定的 血糖控制的效果 那當然在使用上 我們剛才有提到 才藥病人很容易合併 有一些腎臟方面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病人已經有一個CKD DKD的話 那會不會藥物的選擇上 就會有一些不一樣 當然應該都很清楚 例如早期的梅公命 在CKD的病人使用 我們可能就要減量 或者不能夠使用 dgf4I小於30就不能使用 因為就怕所謂的 它KR溝氣池的一個 乳酸重膜的情況 那SGLT2基本上 那現在EGFR 如果你一開始使用的時候 小25以下幾次 不能做使用的一個情形 那少了UDR或胰島素 如果你使用在 腎臟不好的病人 就要特別小心 容易會有一個低血糖的情況 那TDD呢 當然還是跟它所謂的水龍 它可以有比較有關係 所以在使用上 也要特別的去注意 那TDD基本上在使用上 除了要稍微調整一下劑量 那像所謂的腸圓糖 DNAGLETIN 因為它是從肝膽代謝的 所以它基本上 甚至在所謂腎包含不好的病人 它都不需要做一些劑量調整 非常方便的一個情形 那SGLT2當然 大家最近應該很常聽到 SGLT2這方面的一個研究 那它的效果呢 當然隨著所謂的EGFR的下降 那它的效果 其實也是會有一個減少的一個情況 可以看到EGFR100以上 或者小於60 可以看到SGLT2 它的效果會慢慢的減弱 那當然因為它的原理 SGLT2就是 就是利用血糖從尿排出的這個方式 那當你的尿減少 那你這個效果 當然你會變得沒那麼的好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以我們的所謂LINACLETIN來看看說 它在不同的腎功能的情況下 例如它是正常的5 或者它是CKD2 CKD3 或者是4 或到5的一個情況 那可以看到它的降血糖 也許畢業關係的能力都維持還不錯 0.6到0.7的一個情況 並不會因為腎功能的關係 造成它降血糖的能力 比較不好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是一個在日本 他們去做的一個研究 去看看說 糖尿病病的人 他又有一個CKD的話 他長期下來使用 所謂LINACLETIN 它的效果 還有它的安全性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情況 可以看到 他也是把病人CKD分成5個階狀去看 可以看到 不管你是CKD的哪個階段 一開始血糖 吃了這個B4I之後 就LINACLETIN 都能夠有明顯的下降 之後就能夠維持一個很穩定的 一個血糖控制的一個情況的一個產生 所以並不會因為你腎功能的關係 影響到你的血糖控制 但是在長期下來 都能夠維持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是去看說 但如果我們在很久的情況之下 去看使用所謂DB4I 可以看到還是一樣的結果 就是血糖控制 不管你是在哪一個聖功能的階段 血糖控制都還是能夠維持一個很穩定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都知道 接下來就會講到糖尿病氣是一個進展的疾病 從早期的V-DB10到後來慢慢的 因為所謂的影響力吸塵值的增加 影響力又分泌減少 慢慢的會進入到所謂的糖尿病 那這個時候當然是 番號的血糖跟番茄血糖 都會有一個增加的時候 那但早期其實在所謂的V-DB10的時候 V-DB10其實就已經慢慢的在惡化了 就一直在下降 那Incruiting這個作用 其實也是慢慢的在減少 所以在早期這個就已經開始了 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當如果一旦糖尿病被診斷了 其實V-DB10基本上已經上失了 所謂的40到50%的一個情況 就是幾乎一半已經沒有了 所以如何去保留剩下的胰島 V-DB10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我們能夠保留剩下的V-DB10 對病人血糖控制也會有差到滿足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這個研究 所謂的V-DB10的功能保留 其實還是以DPP4i研究最多 例如像Linacruiting來看 可以看到它在MOMA-T1來看的話 因為它使用了DPP4i之後 它是很明顯的增加 就是表示說它的BetaSell的功能 使用了之後 是會明顯有一個凡散的一個情況 跟所謂的Pasibol去做一個比較 那他們又再去研究說 如果在不是糖尿病的病人 跟有糖尿病病人去研究說 到底使用了之後 對他們的方面 例如像BetaSell 或者所謂的Gil-U1 或者Glutago 他們的分布 他們的分泌會不會有一個不一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 隨著它使用下去之後 可以看到所謂的Glutago 升糖素微其實會慢慢的減少 那Glp1呢 其實是會有一個增加 就紅色的會增加 綠色的會減少 所以該代表告訴我們說 使用DPP4之後 當然它的機轉就是會讓所謂的Ingritin 像Glp1能夠有一個增加 但相對的它也能夠去抑制所謂的Bucca-Cum 那Bucca-Cum 當然我們都知道 它就是要讓血糖上升的 那我們能夠把它抑制下來 對病人的血糖也是會有它的好處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也是一樣 他們要去研究所謂Fedaside的方法 在所謂的Predactitis的病人 到底它會不會也有同樣一個效果 因為我們之前也是研究糖尿病的病人 那如果是Predactitis的病人 我們之前也提到說 它Ingritin的作用就已經開始減少 那如果這個時候用梅光蜜 或者梅光蜜再加上一個Linacritin 還去做治療 那會不會造成它Fedasale的方法 會有一個增加 可以看到兩個使用的呢 其實這一組 它的Fedasale的方法 是會明顯有一個比較好的情況 跟單獨使用梅光蜜的來做一個比較 那以後變成糖尿病的機會呢 也是一樣 就是用所謂的Ninacritin 再加上梅光蜜的這組 會比單用梅光蜜的來分析 它也回應到剛才講到的 使用這個藥物之後 真的能夠讓Fedasale的方法 能夠有一個改善的一個情況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效果 大家當然也會有一些想要去了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基準 那當然很直接的原因 當然就是因為這個藥物 會造成所謂Incretin的濃度增加 那這個增加呢 也許就能夠直接造成 所謂的Fedasale的Aptosis會減少 甚至也會有人推測 會不會Fedasale還能夠有一個增加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間接的就是會造成 例如像血糖的血糖下降 那是因為血糖下降會造成所謂的 血糖依靠的所謂的 所謂的胰島素的分泌會增加 或者我們剛才提到的 烏卡孔的分泌也會有一個減少的情況 那這些結果也有可能會造成 所謂的過多的所謂的Fedasale的需要去分泌 更多的胰島素的這個方面呢 會有一個減少 而造成它的Loading會下降 所以造成它Fedasale的Function 甚至是它的數量能夠維持得更好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們是使用所謂的Tagenda 在用上病人如果是有在用胰島素的話 可以看到說使用Tagenda治療可以下降 降低28%需要使用胰島素 或者是額外要增加胰島素的使用 所以使用下去之後Fedasale的Function會增加 所以造成你胰島素的使用的機會會減少 或者不需要再增加基點 那另外他們也在去研究說 那你如果使用了Tagenda之後 不管你是哪一個方面 你是需要再加另外的血糖藥物 或者是需要胰島素增加劑量的情況呢 都會有一個明顯一個減少的情況 也就是血糖會控制不好的情況會比較少 導致你後面不需要再額外添加新的藥物 或者是額外增加所謂胰島素的劑量 那另外他又再去看到 如果是以比較年紀大 相對10歲以上 那基本他是以胰島素來做一個治療的病人來講 使用了Tagenda之後 可以看到他的胰島素的劑量呢 其實是會有一個減少的 那增加的需要增加胰島素的比例其實是低的 跟Fedasale來做比較 那甚至病人還可以減少胰島素的比例是比較好 那甚至他也比較不容易會造成所謂的低血糖的一個情況 那為什麼DBV4在剛才有提到說 DBV-OI在所謂的像Tagenda 他比較特別的是他在腎風很不好的病人 他不需要去做調整劑量 主要就是因為他的代謝 其實他90%就是直接從肝臟到排出 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一個Ni的消化情況 那只有10%才會經過一個代謝的一個情形 那所以他的好處 因為他不需要經過肝臟代謝 所以他其實不會跟藥物有很多的交互作用 因為很多藥物交互作用就是因為 他要去跟這些Ni去競爭去代謝 但是因為他不需要 他是直接可以排出的 所以他的藥物的所謂的抓抓Indulation 其實是很低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這幾年像COVID的關係 那像抗病毒藥 可以看到說其實在所謂的Tagenda方面 使用其實是一個非常 不需要說為了使用抗病毒藥而去營藥的一個情況 因為他的交互作用其實是一個很低的一個情形 那再來又會講到所謂的Tagenda他們有做了兩個大型的Study 要去研究所謂的心血管方面的問題 那這兩個大型的Study一個Carolina 那一個是Carolina的一個Study 那可以看到這兩個Study呢 他的所謂的基本的研究的對象 還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例如像Carolina 他基本上的病人呢 會屬於是糖尿病比較前期的一個情況 也就是大部分病人都會使用梅蜂蜜 沒有人是使用胰島素在施打的 那心血管的比例也比較低 大概42% 那糖尿病五年以下呢 佔了40% 也就是比較糖尿病前期的病人 那但是Carolina他就是比較糖尿病默期的病人 因為這些病人使用胰島素幾乎上的58% 有一半的都要使用到胰島素 甚至有74%的病人都有一個腥臟方面的疾病 那57%的病人都有一個心血管的疾病的一個情況 那甚至合併心血管跟所謂CPT的病人 到三分之一的病人都有這兩個一起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兩個研究剛好可以讓我們看到糖尿病從早期到末期的一個情況 然後他在使用上對這些病人他們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早期 就Carolina這個study可以看到說 他其實在血糖控制都能夠維持在很好的一個情況 那所謂的Sweet Point Mase呢 可以看到他長期使用下來 他其實是一個neutral的 他並不會造成病人有一個心血管方面的一個風險增加 那他也不會增加所謂心衰解住院 因為早期的Sasaclity就會讓我們發現說 欸!使用這個藥物好像會增加一個心衰解住院的一個情況 那長期下來腎功能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情形 那後來呢如果是以晚期的病人 如果平均以外糖尿病比較久的Carolina可以看到 他其實可以降低大概580%心衰解住院的一個情況 那住院的比例呢也會有下降26% 那甚至能夠降低24% 後面還需要在A.R.M.醬血糖的藥物 那降低28%而萬一老鼠的使用 也會降低所謂14%的蛋白尿的一個情況 所以看起來這個藥物在糖尿病的一整個病程方面來講 都有一定的穩定的效果 而且在心血管方面也都至少他是一個Nutral 甚至還會減少一些像心衰解的情況 就會跟所謂的Sasaclity好像有一點不太一樣的清晰 那所以Tagentatinaclity來講 他其實蠻適合在所有年齡層的一個糖尿病患者 因為他不管是年紀大 那他也不容易造成一個Tagentatinaclity 所以他使用在年長的患者 其實也是一個蠻適合的 那剛才有提到 他不管是你是糖尿病初期或末期 使用都會有他的血糖控制的效果 那甚至他的心血管方面也都有他的處處站 那再來就是他其實在使用和其他藥物使用 基本上也不太會有抓抓Iniation 那CKD的部分 使用上其實就是一顆 你也不需要去調整劑量 非常的方便的一個情況 那又能夠增加所謂的BetaSacl的一個方訊 阿爾德依林斯呢 如果基本上他就一天一顆 所以基本上用藥來講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那在BNI方面 他又不會有一個體重增加的情況 那甚至像心血管方面 可以看到他就是一個Future的情況 並不會造成病了 會有一個心血管的增加 那肝功能 因為他是直接代謝 直接排出 他不需要經過代謝 所以對肝功能來講 他也其實不會有一個影響的一個情形 所以告訴我們說 其實像DPP4I 這個雖然是很有的藥 他現在又有新的藥物 像具有URIS GLT2 Inhibit的出現 但是這個藥物還是有他的角色存在 是因為他血糖控制的能力很不錯 在就是他的副作用其實是很少的 所以可以一個很簡單的讓病人做服用 那後續醫生也不太需要去做很多的擔心 擔心後續的一些三以肺的部分 對 那以上是今天跟大家簡單的分享一下 評語夠 一定不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有什麼問題 剛才講到PREDM 如果是HVRC6.3這樣 這種PREDM來講 你這個刺激科會不會變成5.8 基本上 因為他們沒有特別去做很大型的研究 不像ACAPOSE或梅蜂蜜 那因為他的激轉來講 他們是會讓他降下來 但是 你說降的幅度會是多少 這個目前 因為他沒有研究 所以很難說 會不會降到那個 但至少 以他的激轉 他應該不至於讓他病人有低血糖 因為我們都知道 血糖高 他就會降的比較多 但你血糖低的時候 因為他Inquitine的關係就會分泌少 所以他也不會讓他低血糖 所以使用上相對應該還是很安全 因為在臺灣大部分都是血糖 就沒有募允許 他沒有低血糖 不以上 大家要不要什麼問題要請教一下草原 我問一下好了 這個在中間使用 前端的使用 一個Flash case 他血糖就很高 那我就 不能用這個 你一定要用美蜗蜜三個月 那美蜗蜜三個月 我們可以用Savirium 那三個月成績很好 我就一直都不能用 這樣頂便比較不利 所以剛好是要好的方法 這是第二份的 他來他就是比較嚴重 我們就知道 美蜗蜜一定壓不下來 再加Savirium 後端的話就是 如果我們美蜗蜜加轉線糖 動物轉轉 但是還壓不下來的時候 其他的血糖是怎麼樣的 謝謝 提問 第一個問題應該是說 我們如果一開始當然都會 血糖高 我們就會用美蜗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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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控制爆炭加二線 那當然 現在來講 他們還是會有一些 你可以把一些 例如像病人容易低血糖 那我們可能有一些顧慮才把它做一個轉換 我覺得如果把它病例上呈現的話 應該在整合上會比較好一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或者怎麼樣 我才知道曹醫師本來是沈茶醫師 你如果提問報告血糖 都很高 你才能給低血糖 所以你本來會覺得 是說不夠的 你聽到外手 你說有些背他 你都會是嗎 那當然你可以圍造說 他就來外經受 然後你會滾到 不過 再說sleep 這個是可以 那後面那個問題 如果沒有效的時候 你怎麼選擇 沒有效的時候 當然這個時候還是會看病人的狀況 有一個人會看一下他到底是半前半後的選擇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選擇 當然第一個是可以加第三個藥 那第三個藥也許就是SGLT2 inhibitor 那或者所謂的TDD 這種都可以做使用 那但是如果大家現在如果 因為健保規定的關係 如果想要加上SGLT2 inhibitor 可能就要注意 因為你糖化學者數一定要7.5以上半年 你才能夠做SWITCH 而且你SWITCH 像如果你用TRAGENTA 你只能改成所謂的改3P 就要同一夾 你不能說用TRAGENTA之後改成Q10 他們現在規定還是會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血糖控制不好 你想要SWITCH就可以換藥 但是換藥的時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這一點 來做一個轉換 你知道嗎 所以你這次暫時不用擔心力就對了嗎 也可以考慮 如果病人可以接受 其實也可以使用胰島素 因為現在胰島素健保方面 比較沒有太大的規定 基本上病人願意血糖高 你就可以做試掌 他就沒有說要看HPYC要多少之類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很多性子態科醫師在考慮 為什麼一定要同一家 那其實全民會很早就通過 DPPO加SWITCH 考慮不用同一家 那提到眷保署去 眷保署這邊就是放了差不多半年多 然後他會再開一個專家會議 甚至會又再提到支付標準才會過 那個流程大概就一年了 這是沒辦法做的事情 他為了要省錢 就是很多事情都很麻煩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要請教一下少醫師的 有關營糖要 那個審查 有說他那邊口爐要開四種 最多是開四種 但是現在很多那種 肯賣變成四顆藥五種 那四顆藥五種這樣也是算四種 還是四顆藥五種 再審查還是會被刪掉一點 這跟我們外俗服如理事實 我們常常在講 也是或許是三合一是一種還是三種 他等一下我看有沒有明示 這三種 這幾樣就是三種 不過DM就沒有這種問題 DM就想到兩種而已 DM沒有三種兩種而已 所以你就是 只要可以開到兩種 一種、一種、四種 還可以在廚房 你開五種 那是太多了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我還是做個廣告好了 那個代謝症候群 6月16號 我們高雄縣會有一個很詳細的演講 跟每個人說 要怎麼用很容易就可以上手 你就可以收案 你就可以去申請到費用 大家會記得 三個月內的書記都有效 所以你現在的賣 6月16 你開通大家 6月20 你就還需要亂做 往前三個月 6月20 5月20 4月20 3月20號以後 你的Case如果有條件 你都先把他寫寫起來 如果不是我們聽聽 你申請 如果要接聽 你就大家都要收案了 這樣你不太簡單 對就要收很多 那這個可以增加大家的收入 那我是真的覺得 還是你一定要訓練一個 比較能幹的護理師 對 卡的叫他 要比較散 血要長涼 要記得來找你開藥 這樣的時候 控制比較好 對病人比較好 你這個錢 比較心安理得 理事館不是叫你們都要領錢 也是要叫你們做得好 所以現在有Case就可以先 剩下起來 只剩下起來 這個6月16日 我們會辦一個 代謝症候群 還有什麼要請教 有沒有 大家都這麼客氣 有時候說 你最多問題 給我問一問 其實DVP4我們2014年 就有人來講過了 那那時候為什麼我叫人家來講呢 是2013年我在陳大廳 陳龍福教授過 陳大那時候 他那個醫院 2013 你陳龍福你知道嗎 陳龍福是我共産的 他媽媽是我的共産人 我叫他來演講 我叫他來演講 那個時候 DVP4醫院用 差不多一百個 有四十個 診所才用10% 這就是不敢用 那所以我要跟大家講一下說 其實現在我們的使用 遊戲規則跟醫院都差不多得了 就是說很寬鬆嘛 你在用美鳳麵 那通常來講 你如果要用DVP4 你就不要用掃發優力 用三個 他就跟別人一樣 用DVP4 就很好 那如果是胖子 你用SGO T2 你那個也很好 那你如果覺得說他太高 其中的那些人太高 你用掃發優力 這間是他講 不是我講的 你又要跟他寫我的T-shirt 所以我掃發優力 要跟他掃發 TVP4 這個是題外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都可以用到 很好很好 因為美鳳麵 你加SGO T2 加DVP4 我現在已經是很好的 我們開用這樣 都不會被殺 核刪 大家放心 那可以給病人好一點的照顧 所以人家有要看嗎 有嗎 你今天就給你去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 這個結論就是這樣 很簡單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我們 曹律師幫我們演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